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 這個教你設置這個Windows的 這個連線的那個DNS 然後使用這個Google的這個Puplink的DNS 就是一個公開的一個DNS 大家可以用的這個DNS 的一個伺服器 然後覺得聲音太小聲 就拉到最大點這個 然後720P 寬或全螢幕觀看 然後 可以點訂閱 然後有一些網址還有一些文字要copy 所以說要到這個連結來 我把它貼在註解這裡 大家可以點一下就到這個連結了 OK 那就是這個的話原則上是 就是 因為好像是 有一次那個Windows 10 它有一次的升級後 它就是 好像是一些那個 有一些人的網路沒辦法上網 現在它就是說要去設置一個 就是你要配發一個那個DNS 可以設置 要不然就沒辦法上網 那所以是要用這個Google的Property來設置 但是現在的 經過好像兩次的版本更新後就OK了啦 因為我這個 沒有什麼因為我前 那個好像測試軟體不知道什麼 去衝到然後 掛掉重灌 啊重灌後之後 重灌Windows 10 之後就是OK了啦 這個網路連線就沒有這個問題 嗯 這個是之前的那個 有一次的它的那個版本 更新後才有這個問題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是 Windows 10 DNS是不需要特別去設定啦 因為我們電腦開機後 它就自動偵測 它就會自己去抓這樣子 那有現在另一種狀況都在設置這樣 就是說你 這個網際網路又突然沒辦法零線上網的時候 你可以先 呃設置這個Google的Property的DNS 做測試看看這樣子 看看是不是DNS出問題 因為它這個很好記啊 它的IPv4就是88888844這樣 你也不需要 去查什麼 你只要設置設置過一兩次就知道 一般就是用這個來測 IPv6幾乎都用Copy啊 這個記輔助啊太長了 那再來是你有在玩那個 國外的P5美版的英雄聯盟 那麼也可以設置一下 這樣的話連起來會比較順一點 這樣子 國外的網遊 還有一個 那個 好像是 我忘記了 一個 那個叫什麼遊戲啊 也是國外的 我忘記了 呃 那國外伺服器你要玩的話也是要 就是要設置一下這種 就是你玩要連玩國外 遊戲的話 也是要設置一下 會連比較順一點 但是那個國外的網站 就是說那個 它的那個PIN會非常高 就是至少會誤差了 一秒 有的比較嚴重都三秒以上 就是你點擊一下三秒以後才有反應啊 可能以後應該會改善嘛 就是那個 衛星啊現在 在用那個衛星嘛 但是也至少要十幾年後了吧 就是使用衛星來增加那個頻寬的速度啊 然後這個 還有一個就是你經常 因為我們是台灣是島啊 就是靠那個海底電纜啊 那個 還是有 那個 連 我們自己本 在台灣裡面就沒有什麼差 很快 但是連到一些國外的話都會比較慢啊 尤其是像這種你玩一些 PIN比較高的一些現場遊戲 那個都LAG 都有得到五秒以上的一個LAG 這樣子 OK 還有一個就是說你 嗯 瀏覽國外網站的頻率比較高的話 也可以設一下這樣 那如果你是使用Windows10 的作為系統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那 再來就是 嗯 危機的這個說明啊 然後我們就是得知這個 IPv4的這個位置 跟IPv6的這個DNS15G的位置 是這樣子 那這個等於後面會用到 然後你要進入這個Windows的控制台 來 是用點這個 然後就是你要進入那個網路中心有這個 開啟你可以從這個 忘記網路這個 icon的這個 圖標 開啟 或者是使用這個控制台裡面的 這個 網路和共用中心這邊 到了之後再來是點這個變更界面卡設定 然後這個以太網路的這個裡 內容 滑鼠先 先讓它返藍之後 然後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喔 然後再內容這樣子 好之後再來是 到這裡這一個 我們先點一下這個 那個網際網路通線協定第四版 反藍之後 反藍之後 反藍之後我們再點內容 這裡 反藍之後點內容 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一開始是這個嘛 自動取得啦 然後你再點這個 然後輸入這個 8 慣用DNS伺服器 8888 8844 這樣子 好了OK就點確定 然後再來是 換這個 通訊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第六版 IPv6 一樣這裡 然後這個是要用Copy的 那個 那個網址沒辦法記啊 就是Copy這一串 然後貼上這樣 Copy 貼上 這樣子 OK了 然後關閉一下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確定看有沒有改好 喔 有了改好 88888844 OK 然後這個看一下 對一下 這樣沒錯 有改到 就是說你 你修改完之後你要再 最好是再做一次確認 這樣 這樣會比較好 避免你 不小心Key錯 Key成多一個88 或者是44這樣 然後再點一下 喔沒錯 這樣子 啊這樣就OK了 就大概13個步驟啦 然後再來就是你 你 就是要那個重新開機一下 重新啟動一下 重新啟動一下這樣 然後避免說那個我們 新的設定值沒載入到這樣 這樣就OK了 然後你如果有一些狀況是用到那個 那個早期的PPPoE的這個 頻寬連線上網 它的設置方式也是雷同啦 這樣子 就是點這個連結進去可以看一下 然後就是 啊我這邊 這個字 弄錯了 應該是這邊的 因為我這邊是copy這個上面了 到時候會改掉 就是換這邊的這個 有沒有它這邊寫PPPoE 就是PPPoE的一個頻寬連線 的這個 這個連結你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然後就一樣內容 然後這一個是要 還要點上方的這個 那個 網路功能 然後我們先用IPv4 先設定 然後這邊一樣 8888 確定 確定 這樣 好 再來換IPv6 然後一樣就是copy 切過來 copy 複製 貼上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點一下確定 然後檢查一下 網路功能 看一下IPv4 喔有了 好沒錯 IPv6 有了 好沒錯 可以確認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 嗯一樣啦 就是你設定好之後 再來就是要重新開機一下 重新開機一下 然後避免那個 新的設定值 沒踩入到這樣 那現在由於 就是說 處在這個 IPv4 到IPv6 這個 四代交替 所以說 有的地方是 跑IPv4 有的地方 跑IPv6 啊所以說 我們兩種都要設定 是這樣子 避免說 呃 沒有去 他切換過來 沒有去 那個 跑道 這樣子 OK 那這段教學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此段視頻